在紐約州眾議員中 有有20多年經歷的議長蕭華 最近被聯邦調查局逮捕 並且被控5項罪名 內容包括了貪污還有欺詐 金額高達了400萬美元 如果最後判決有罪的話 每項罪名最高可判20年的監禁 檢察官芭芭拉進一步表示 敲華利益用兩種方式來貪污 第一種是收賄兩家大地產商的賄賂 另外一種方式是與不道德的醫生聯手 來不當收取轉手費 而這種只服務特殊利益團體的行為 已經不夠資格擔任民選官員 所以有許多多位的眾議員 也紛紛的提議要罷免他的一種職位